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丹教带着妻子玛丽 与孩子们一起搬到了这所偏僻的学校 只为挑战最好的球队 这个球队在成绩平平 丹教想通过招牵的方式提高成绩 但这所学校很穷 没有招牵的预算 只能提供一些奖学金米国 丹教误色了一些优秀球员 但他们一听到德州西部大学的名字 便头也不回地回绝了 这时丹教注意到了一名黑人选手暴毙 他的控球技术十分娴熟 还有出色的抢端能力 像闪电一样连连得分 丹教不顾笑懂反对 找到了暴毙 丹暴毙不信任丹 认为丹只想把自己当黑人商标球员切下 让自己把板灯做穿 之前的教练就是这么做的 丹教没有放弃 承诺会提鞋丹 带他打NCAA比赛 帮暴毙实现梦想 丹不在乎肤色 只借以速度和技术 而这些暴毙都有 小伙儿终于被说动了 既然没什么预算 丹决定只招募黑人球员 对中的训练员老罗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告诉丹 咱这有条不成文的规矩 主场可以上一个 客场两个 垃圾时间三个 丹听后却笑笑 让小助理明天去纽约考察野球球员 而丹继续寻找猎物 在街上发信名 身体条件很好的高歌的黑人小伙儿哈利 虽然哈利很不愿意 但丹来到哈利家中 成功说服了哈利的妈妈 之后丹又搞定了一个名叫小二的黑人球员 他给这个自带的小伙儿上了一刻 还顺手教了他一招 与此同时 小助理又搞定了三名 才华行业的黑人小伙儿的球员 老罗开车将三人带走的德州西部大学 最终丹教一共招到了七名黑人球员 对中的白人球员与黑人球员很快杠上了 双锋拿垃圾桶当篮棺 用白菜当篮球 展开了一场别开生命的菜球比赛 双锋火腰味很浓 老罗及时出现喊了听 命大家将这里打走干净 警告他们下不为例 第一堂课 单脚就给球员们立了几条规矩 不许泡妞 不许喝酒 不许夜不就寝 除了训练什么都没有 你们要按照我的训练方式打球 严苛的训练开始了 然而第一天晚上 几个坏小伙就把教练的话 抛到酒消云外 几个人组团上酒吧撩妹子去了 他们喝的东倒西歪 七荤八素 第二天一早 单脚同灯的精神状态 看出他们坏的规矩 把所有人折翻跑 害其他没趣的鬼宝宝一起收了牵连 还有三十一天 赛节就要开始了 小伙们开始了挥汗如雨的苦练 暴笔用了个帅气的背后运球上篮得分 单单告诫他 我的球队要有我的风格 除此以外的打球方式不保险 花哨动作经不起实战 这辆暴笔很不爽 认为单在谋杀自己的才华 你想退出吗 现在退出的话 你这辈子就都打不上球了 虽然黑白人队有间偶有冲突 单单凭借他的铁盘控制的局面 将球员们管得很听话 但哈里的学习成绩很差 说他又不听 但直接听他的妈妈找来一起听过 这下小哈里彻底变乖了 谢德在内线表现得畏首畏尾 十分软弱 每次都被强热的中方呆外欺负得很惨 单脚教育了多次都收羞甚微 但直接给他买了车票 赶他回去 终于结束了残酷的训练 赛季就要开始了 我知道我带你们严格的过分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能成才 外人认为 你们这些被名校挑胜的球员这赛季没戏 但我了解你们 你们天赋仇人 纪律严明 所以我们能赢 让我们去打响德州西部大学的篮球招牌 名垂青石 这时谢德回来了 再次面对David的强悍防守 谢德勇往直前 不惧受伤 鼻子被打破了扔坚持训练 装原融入了球队 德州西部大学矿工队 第一场比赛对手是灰狗队 单脚派上了三名黑人先发球员 却没得到主场观众一顶点掌声 只因他们是黑人 比赛时 丹家的场边适时做的指挥 别做花桥动作 你下盘没扎好 所以背过了 擦板进框就可以了 别扣拦 用手阻挡他的视线 妨碍他投篮 最终矿工队 以62比58赢下了第一场比赛 这时丹去撞见 鲍比和同校女孩蒂娜 在天台上谈恋爱 生气的伐他跑楼梯 面对鲍比的抱怨 丹告诉他 我父亲开卡车营生 以其能安度余年 他讨厌这种生活 但这是他唯一懂他的谋生之道 以此供给他的孩子 做想多的事的机会 我热爱这项运动 我不是伟大教练 但我比天台教练更勤奋 我看到你有天分去浪费 这也让我痛心 如果你那天不在球馆打球 我们连认识的可能都没有 你现在有机会失忍才华 如果你到球馆有机会上场时 最好尊重我和我父亲 也尊重你自己 下一场比赛 矿工队的对手是全国第四 气签未尝败地 实力强加的鹰眼队 小伙子们的表现很糟糕 上半场便也落后16分 鲍比向丹教要求 按自己的风格打球 丹终于同意了 球队的攻防 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鲍比用花界的不看人传球助攻 而又自己上篮 矿工队连得4分 接下来应用全场紧逼 把鹰眼队弄得手忙脚乱 矿工队势如破竹 连连得分 防守也拼了老命 最后15秒还落后一分 鲍比凭借一次精彩的 个人突破反败为胜 战胜了老牌一流强队 爆了一个大冷门 经过这场比赛 整个球队的凝聚力更强了 对中的黑人和白人球员 也渐渐成了真正的朋友 接下来的比赛中 球队连战连胜 无人能敌 这天去客场比赛时 赶上了圣诞节 大家去一家仓馆吃饭 谢德却在洗手间 遭到了白恩的袭击 这令所有黑人小伙人人自危 而这时丹他知道 妻子玛丽 收到了很多白人寄了的威胁信 玛丽害怕极了 但丹不能放弃这些海盗 不能退缩 乌鲁偏逢连夜雨 这时丹他知道 凯吉患有肥厚性心肌病 是遗传病 为了凯吉的生命安全 即使凯吉一犯个不愿意 丹仍然决定让他暂时休战 下一个课程 矿工队的黑人小伙们 受到了现场关注的辱骂 向他们身上吐口水扔东西 面对敌视的观众 小伙子们控制住情绪 用实力证明自己 比分一致遥遥领先 但客队的比赛动作愈发粗野 裁判还连连吹黑哨 戴维被顶倒 裁判却判戴维犯规 单脚要他保持冷救 把怒火摇在心里 该爆发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矿工队最终有惊无险的赢下了整比赛 排名第四 位于强队肯塔基和堪萨斯之后 NCA紧流赛开始还有两个星期 他们也是名副其实的强队 队员们回到客房 房间里的一幕 却令所有人吓出一身冷汗 单脚连夜带队员们离开了这里 回去的路上 队员们一路沉默 老罗告诉自责的单 你做的一点没错 想想看他们克服了什么样的困境 承受了怎样的侮辱后 取得金钱的成绩 就因他们在那些文明人眼中 皮肤是黑色的 耻辱的是我们 这次的课场比赛 只要矿工队取胜 就能越局榜首 争取常规赛的同名交椅 可开采后球员单打独斗 失误连连 没有配合 没有防守 每人都各自为战 失去了以往的团队精神 球队形容一盘散沙 矿工队的全胜赛季 就这样溜走了 单脚的休息时大发雷霆 黑眼小伙们表示 自己不敢再赢球 不想再成为众师之地了 队中的黑人球员和白人球员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单脚告诉小伙子们 你们的尊严在你们心里 你们不认输谁也做不懂 赢球才能让他们闭嘴 矿工队对上了 全国第六名的松莹队 赛前凯特他抹前找到单脚 求他让儿子上场 这是他最后打球的机会了 他上场五分钟还是五秒钟 我都不在乎 只要能让他上场打球 开采后 松莹队的明星球员 空位焦焦发挥出色 很快把比分扩大到两先五分 单脚终于将错过了一半比赛的 凯奇换胜场 再次开赛后 凯奇通过稳定的跳投迅速得分 提升了全队的士气 接下来的比赛中 双方空位焦焦与暴彼的表演 令拳掌大开眼界 比分焦踢胜声 单脚喊了暂停 你们太在意他们的名字 导致你们打得缩手缩脚 用杰瑞换下了沃斯利 再次开赛后 杰瑞通过出色的防守 限制了焦焦 周队友连续得分 最后七秒还差两分 矿工队通过一系列传球 叼向篮筐 凯奇空贴报够 挽救了矿工队 加时赛中 戴瑞以一击重扣 助矿工队取得了艰难的胜利 裁判缺判戴瑞 悬在篮筐上时间过长 给了乔乔两次罚球机会 乔乔两罚全中 将比赛拖进了第二个加时赛 加时赛末端 矿工两先一分 最后乔乔投中了一击 压哨三分反超 但也脚踩边线背叛无效 胜利又回到了矿工队手中 小伙子们的出色表现 使之前一直不支持 启用黑人球阶的校董 成本了名人 赚得盆满钵满 向丹教诚恳道歉 二十三省一复的矿工队 即将迎来冠军争夺战 他们将对阵 由名叫老拉伯 直接的超强队肯塔基 丹教在洗手间 听到客场观众说 五个黑人肯定不是 五个白人的对手 他们都是黑垃圾 还以为自己有资格站在这里 这让丹教做了一个决定 以彻底消灭 对黑人球员的偏见 民间比赛将只派出 最终七名黑人球员上场比赛 五首发加两替补 另外两名黑人小伙 支持这一决定 让他们尝尝 我为黑人兄弟的厉害 德州西部 一个小小野矿大学 竟能以七拼八字的阵容 来挑战兰坛至尊 四节冠军野猫队 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从解说员到教练 人人都对矿工队充满了看不起 人为他们能走到这里 只是因为运气好 竟派上五名黑人球员 拉普教练感觉 这是对本队极大的侮辱 这也是NCAA冠军赛首例 单脚命小伙他们愤怒起来 开场后有机会就扣篮 比赛正式开始 戴维比对手跳得更高 抢到了球权 几次传球 球到了戴维手里 他高高跃气 在对方全名席球员面前扣篮得分 狠狠错了错野猫队的锐气 但很快对方中锋 也利用身高优势环一眼所 但很快戴维又以借打板得分 接下来将对方连人带球一起拍了出去 拉普教练开始给裁判施压 野猫通过罚球扳平了笔分 哈利抢进攻篮板时 被对方狠狠放倒 腿受伤 无法继续参赛 单脚直得将凯奇派上了场 矿工队少了一员篮板大将 接下来戴维又犯了第三次规 为保护他 单脚只能将他暂时换下 这下内线优势没有了 单脚给暴比按手记忆 再次开操 暴比突然抢断 像闪电一样上篮得分 紧急的暴比再次断了对方的球 又一次上篮得分 将比分扳平 拉普教练被迫喊了暂停 接下来的比赛中 矿工队一直占据主动 半场结束时 以三分优势留心强大的野猫队 但如今戴维身背三次犯规 哈利游受伤下场 球队依然喊艰难 单脚再次派上了戴维 让他尽量减少犯规 而拉普教练这边 让队友努力造犯规 争取把戴维罚下 下半场开赛后 野猫队打出了一波小高筹 很快将比分反抄这39比34 而这时戴维又犯规了 单脚只好再次将戴维换下 经过一番布置后 矿工队多点开花 令野猫队一时间顾此失比 连连失分 很快再度了先三分 拉普教练喊了暂停 此时聚比赛结束还有两分钟 单脚告诉大家 现在不是靠天赋 而是心态 冠军在他们手里 不会轻易送给我们 我要你们去抢冠军 再次开赛后 野猫队迅速扳回两分 戴维很快回敬了两分 之后野猫又跳投得分 球传到了凯奇手里 他以一接180度旋转背扣 回敬两分 比赛还剩18秒 野猫队急需得分 以保住第五次全国冠军的希望 这时暴比再次抢断 在出阶前 将球帅气的背传给队友 还将拉普教练直接新分 戴维接队友的打板传球 单手报靠锁定胜局 所有关心他们的人都沸腾了 随着倒数计时结束 矿工队以72比65 赢得了属于他们的冠军 黑人小伙子们 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 队员们欢呼雀悦的 这是NCAA史上最大冷门 单脚心中百感交易 每位队员都与家人一起庆祝胜利 丹也与妻子紧紧相拥 回家时 小伙子们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 凯奇在阿尔帕所建立慈善基金 帮贫困学生完成高中学业 戴维首轮被勇士队选中 打了八年职业篮球 谢德被凯尔特人选中 后来成了丹的助教 结尾在密苏里做着高中校长和篮球教练 获胜超300场 哈里在阿尔帕所当地一所小学 成了一名教师和篮球教练 小奥回印第安娜当了个警察 沃斯利在ABA打了一段时间篮球 后座的社区唱诗班班长 暴别取了蒂娜 但没有选择职业篮球 他在阿尔帕所一直被尊为英雄 足于2002年 上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在矿工队14次打进NCCA锦标赛 却胜719场 1997年入选篮球名人堂 拉普招募了肯塔基历史上 第一名黑人球员 1972年辞职 876胜战绩魅力NCCA历史第二 1997年 肯塔基雇用黑人教练 塔比史密斯 第一赛季就率队夺冠 德州西部利克肯塔基大学的胜利 被称为体育史上最大冷门之一 这是与个我 继卡特教练 德鲁大叔后做的第三部篮球题材视频 这部电影是一位认识了十多年的好友推荐给我的 当年我俩也是通过篮球结缘的 这部电影我很早前就看过了 但它在我硬盘里放了将近一年 现在才下定决心将它做出来 只因我的脸盲症实在太严重了 片中几位恨人小伙儿长得都很像 我最怕做这种人物很多长得又像的电影了 好在万事开头难 虽然费了点功夫 但经过反复观看 加深记忆后总算将文案写完了 真是满满的成就感 看到这些真实的影像后 你们应该猜到了 没错 这是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与黑人一样 我们华人在其他国家 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与排挤 之前与个我在视频相助中曾说过类似的话 在国外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与民族 我们无法控制别人怎么看待我们 也不能左右他们的思想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才会真正赢得对方的尊重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转发 三连支持一下宇哥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的公众号 搜索宇哥讲电影追悟字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内容哟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